男人们总爱说女人是长蛇妇,好像八卦是女人的专属秉性,其实男人也八卦,只不过男人八卦心里比女人更隐秘,让我们现在就数落一下。 在你不知道的背后,男人堆里哪些男人最八卦,No.1双子座,如果双子男人不八卦了,他们就不是双子男人了,双子男人们人缘好,好交友又是聪慧的信息中转战,从明星、政治人物的小档案、隐私、妃文、丑闻到生活小窍门、红颜知己的心事,三姑他八姨的孙女儿什么时候结婚,天南地北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, 加上双子男爱玩爱闹话又多,那么多讯息装在他肚子里,不吐出来,还不憋死啊,所以说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,不要让双子男人知道。 虽然他的八卦比较无公海,不过除非是观众大,他可没那么多时间一条一条的筛选哪些话该说,哪些话不该说。 No.2天蝎座天蝎男人上榜亚军的原因,倒不是因为他八卦的数量多,而是因为他八卦的质量高,他们一般不八卦,但是如果你成为天蝎男人的八卦对象,那你可要小心了,最好准备好善后工作。 除了茶余饭后的闲谈,天蝎座的八卦,常常颇有爆料的意味,而且他们爆料一般都爆得比较直,于不惊人死不休是天蝎座男人的写照。 有一小部分阴暗的蝎子,甚至有种为恐天下不乱的潜意识,他们八卦的时候,话不会太多,而是非常精疲,一语击中要害的那种,往往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后,他们就如同那块石头,渐渐从众人眼中悄悄引去,一旁窥探他的杰作。 No.3水瓶座水瓶男的无限好奇,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八卦资源,而且他们八卦的方式之一,就是打听,也许本来有些事情没什么人关注,被他这么到处疑问,大家就都关注了,其实他也不是故意八卦怎么样,只是说忍不住要和人分享一下那些好玩稀奇的事情。 所以只要是他们发现的新鲜事,都会毫不吝啬地立刻和别人分享,他真的没有恶意,因为他们觉得这不过就是茶余饭后的聊天话题罢了。 再加上他们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,他们很难意识到某些事情说出来,对于当事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,而且通常他不觉得自己在八卦,很多话说完了他自己可能也都忘掉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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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